戴药之力士迪昂宣接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男女啊,首先还是从这个手型来看呢,指长嘛,是典型的水禽手,并且我们说这足花桌手指尖尖能想清闲啊,也是能够符合这种特点。 那同时呢,也有牧人的影子啊,手指呢,见缝隙啊,掌面还是有一些偏硬啊,见棱角,所以说是牧水结合的手型。 又有牧人的多丝善猫,同时呢,也有水来的温柔敏感,个性呢,稍显敏感多丝。 这是从手型开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,没看肘指的形态,肘指飞飞长啊,指头尖尖啊,能想清闲,只是手指的缝隙还是比较明显啊,左右手都是如此。 多与指缝带啊,容易出,出现这种财紧财出的情况啊,在财运方面啊,需要多注意这样入赔出。 我们可以看到左手来看啊,食指尤其的修长饱满,长鱼无名指嘛,食指长的人呢,跟兄弟姊妹缘分非常的审厚, 啊,特别是先天来讲是如此,左手先天右手后颠呢,在刚进入婚姻的这个阶段啊,正直会有一些娘家人,啊,注意平衡婆嫁和娘家的一些个关系啊。 小指修长论跟子女晚辈缘分还是比较深厚。 我们来看这个长鱼的形态,长鱼来看呢,还是有一些褶皱啊,特别是这个手指根部的长鱼啊,有一些褶皱平绑啊,我们说这个长鱼的高度绝顶人生的高度啊,这个长面呢就像一张地图啊,纹路又有,就如这个人生路,长鱼呢,就如地图上的这个山峰。 如果是长鱼要饱满的话,那么人生的高度隔期啊,那长鱼呢,还是出现了一些褶皱,这方面呢,这个高度啊,是受限,同时我们可以看特别是这个,啊,左手的食指根部,训弓才卫,还是见一些这个杂门干扰比较多。 那么右手呢,财位也是有一些板极线尾端的轻重,所以财运和,财运和正财方面呢,还是受到感情不顺的影响,会影响到资深的财运,同时呢,也是刚才讲的食指啊,见缝隙事业财运会来的相晕,相对较晚了。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长面来看,它是有一些偏筋骨质,加让纹路比较深刻,所以说有一些势必公斤偏劳碌。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脚趾根部啊,相对左手来讲啊,右手更加的饱满些。 到了后天的话,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,心性会变得更加的开阔一些。 沟通能力也更强一些啊,变得更加的外向一些。 至左右手对比我们看,金星丘并不弱啊,金星丘饱满。 左右手都是如此啊,右手能稍弱一些啊,说明先天呢,还是精力充沛,生命力强嘛,非常的有活力,生命力也顽强,体质也不错啊,运势根基还是可以啊。 那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大拇指啊,非常的修长饱满的,说明老年的运势还是可以的。 这是长秋啊,即日长侧来看的话,还是有一些边缘偏薄一些啊。 到了右手后天会好起来啊,而右手后天更加的饱满一些。 那么长侧偏边缘偏薄的人呢,处师还是过于注冻戏,气质莫解啊,容易有一些斤斤计较。 到后天来讲呢,心性更加开阔一些啊,变得比较大度啊,比较更加放得开一些,拿得起放得下。 所以说也是一个后天心性的一种积累。 成熟的社会经验呢,包括自己个人呢,越来越成熟理性。 那么做事呢,也是更加放得开手脚。 我们来看这个纹路的形态,我们来看这个纹路,纹路左手对比来看啊,反而是右手的纹路更加的杂乱一些啊。 纹路杂乱呢,容易心许不宁啊,心情起伏比较大,心态起伏比较大。 特别是右手后天来讲啊,脑线呢,出现这种转折明显,少了弧度,转折比较硬,说明在这还是中年,还是经历过一些心态的一个非常大的波动。 脑线我们跟刚才讲的不是,不只是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,脑线身长有弧度,人是很聪明的。 但是呢,有些爱幻想,甚至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,脑线的弧度也可以看得出啊,也符合这种木掌人的一种特点。 木人,个性稍显,敏感多死啊,右手呢,转折,下垂的,就有一些容易在心理方面呢,有一些波动和起伏。 个干,跟感情是有很大的惯性,感情线呢,出现这种偏执啊,右,左手的感应线呢,还是带点弧度啊。 在青年时期,还是能够在感情当中体,体会到甜蜜啊,浪漫的气,气息到以后,后天来讲的话,测不日在35到38岁往后,而在感情当中呢,也有一些偏冷淡的脑线,感性偏执。 而且似乎还出现这种双条并行这种状。 感性尾端呢,也出现这种爱情失望线,并且侵入到财工啊,财位。 所以这也是容易,因为感情不顺呢,影响到自己的正财啊,包括甜财。 感性中期这个导文呢,也是因缘事件分离之恐,并且感性已有邪文的刺乳,经历过偏缘的干扰啊。 同时呢,婚姻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啊,这个是需要多注意。 我们可以看到,在结婚线来看,先分叉后结合,结婚线很长。 说明今年时期,姻缘呢,嫁得还是不错。 只是说结婚线呢,出现,刺破了太阳线,并且呢,结婚线先分叉后重合。 是似乎有破镜重圆的这种机会啊。 只是说刺破了太阳线的,也有一些过犹不及啊,在一个婚姻当中呢,是见一些危机啊。 中年婚姻呢,可能有一些变动的可能。 这是关于感情线啊,并且呢,也提到左右轴对比来看啊,感宁线有这方面的信息啊, 包括脑线有这方面的信息。 从流年看,生命线初期还是偏浅,但那些早年的体质还是一般的。 不过这脑线的状态很好啊,这个聪明啊,这个天资还是不错的啊。 在成年之后呢,生命线加深啊,基本上身体素质各方面也会得到提升,运势也会得到慢慢的恢复。 早年的体质还是一般的。 我们可以看到,从流年看基本上在35岁左右呢,建一条上升线, 这个时候呢,也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,上升线的往终止土行丘方样延伸啊, 这个时候呢,有见一次比较大的资产交易获利。 包括这右手也出现种情况啊,这上升线往终止土行丘方向走。 所以说这个是不错的一种现象,包括这事业线它也是非常深长啊, 早年的事业心还是不错的。 同时呢,待终期啊,这些慢慢的简单,慢慢的回归家庭,相赴轿子。 所以说,这也是符合现在目前的女处的一个状况。 还要提到一点,刚才感情方面的波动啊,这个影响线刺破事业线啊, 也可以看到啊,在有一次非常刻苦铭心的恋爱,并且不能够走在一起。 未能成功的结合在一起,这也是代表因缘方面的变动。 这是感情方面,我们看财运方面啊,刚才讲到这个琴线尾端啊,入了财供,左右手都是如此。 那么这就容易影响到自身的财运,所以还是在家人肘子见缝隙啊。 木星让地种特点财进财出嘛,所以还是需要补充财库来稳住财运。 同时在因缘感情方面呢,还是需要经移到与因缘服务来化解。 这是整体的文录。 我们看争密线尾端来看啊,从流年看, 基本上在65到68岁左右呢,出现这种多条小的分畅,啊,这也是代表生命力的减弱。 这个时候也要多注意身体健康的一个保养。 到后期的,啊,生命线尾端还是得到延续,这个晚年课奖高手。 好了,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